春节假期正式结束 在中国大陆 这代表各大产业 又要面对一波确认危机 不只是服务业 制造产业受到的冲击 更加严重 大批的订单收到手软 就是没有工人能够协助产制 纺织工厂就算寄出将近台币 5万元的基本薪资 春节之后返回工作岗位的员工 还是只剩下一半 上海一间电力设备公司 光是人员的技术训练 就要花掉半年的时间 还要面对高达30%的员工流失率 业者根本吃不消 知识结构上 就是我们说技工 和有一定的工匠的这样的人 他是缺的 高进的人才 一般的普工虽然也缺 但是他表现的并不那么明显 所以这样的结构性的问题 构成了我们招工男 还有就是不同的企业冷热不均 比如说一些大的企业 他招工相对来讲 还是相对容易一些 专家认为业者招不到人 其实是结构性的问题 中国大陆16到59岁的 劳动年龄人口过去10年 就少了4000多万 也就是说以每年400万 劳动力人口的速度 持续下降 虽然实际统计下来 全中国大陆的劳动人力 其实还是高达8.8亿 但中小企业依旧深陷泥造 恰恰是那些中小微企业 他的招工更难 就是他工资也给不了太高 然后生产条件 也相对来讲 也不是那么特别的 就是这个不断的 不能不断的优化 所以他的招工难的问题 可能更凸显 尤其对于这些 想把产线数位化的中小企业来说 找不到合适的高科技人才 所有升级计划都只能跟着停摆 因此就必须仰赖高科技软体的 共同研发平台 每合旗下的软体设计人才 来填补高科技职缺的难题 为了解决不同区域职缺的不平均 中国大陆官方也忙着整合 像是江西这种跨省工作人力的输出区域 就举办大型的就业博览会 超过9000个职缺 鼓励当地民众在家乡就业 在外面比较牵挂家里 考虑这次在家里就业的话 可以照顾父母 然后小孩读书 也比较方便 可以兼顾家里 中国大陆的劳动力市场 不再像以往 资方拥有全部的主导权 必须提供员工更多的福利 还有未来规划 才有机会吸引到人才 只不过长期的结构性问题 不容易扭转 人口减少的冲击也持续扩大 人力短缺的窘境 恐怕还会越来越严峻 TV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